今天要跟大雕一起在中间去挑战40级终极BOSS幽冥鬼啊 很明显大雕已经怕了 率先把他收到钱全部丢给了我 但是我是不怕的 因为我也要把钱丢给水友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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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期单挑幽冥鬼的难度有多大呢 就相当于啊 你一个155级打不大挡 非得单挑人家175级化身 意气龙 虽然双方看起来势均立体 但其实失败已经注定啊 很明显大雕不敢先打 就让我给大家戴个头 给他看看什么是教科书班的单挑幽冥鬼 很明显这次单挑不够顺利 对面小怪直接召唤小怪啊 这小怪虽然伤害不够 但是好像狗屁高二的一只黏着你 十分的难受 幽冥鬼的难度之一的话 就是对面的小怪基本上都是魔族怪 不是地府就是魔王寨 打你双十的话十分难受 好在啊 咱们这边红化一个三妹真火 直接带走对面一个小怪 第二回的话 咱们直接给龙卡线 只要咱们人不死 应该是能过了 我去啊 对面小怪伤害十分的高啊 打我直接打了两百多 再来个毒 现在血线的话十分不健康 还有当阶段直接吃个大金 不然下回合的话 咱们的血线确实有点危险 这把的黄花也没有触发法爆 所以的话对面左边的小怪没有带走 此时看起来我表面很黄 其实内心一点也不轻松 主要死没关系啊 但是不能在大刁面前死啊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要趁着冷静 认真思考啊 想一想 等会上完巨星之后 咱们应该吃什么宵夜 好的好的好的 应该有点跑题了 不过咱们这一窗金窗要加进去的话 对面那个小怪直接被我们黄花击飞 这一手只能说吻了 哎 但是万万没想到对面有名鬼一个必杀 直接把咱们的黄花还带走了 好好好好好 算你会玩 我走还不行吗 我走还不行吗 我套你个猴子这么谈消息了 你妹的对面狗屁烂眼又召唤 我是怎么死的 我死不了呀 没跑掉 没跑掉 好好好 你个有名鬼天天必杀我是吧 不过我死了无所谓 是吧 大雕他也过不了 看到这里大雕已经怕了 他说他过了 我给他两百万 他说他没过 他给我一百万 这么好的事情他不是送钱吗 不过我还要另外加一条 万一等会我过了 他也要给我两百万 如果我没过我也给他一百万 好 七月生效啊 看大雕怎么杀 先来个三王金面 哇去 这个大雕运气是真不赖啊 一个三王金面 居然直接悬浮三个单位 你还真别说 大雕平时能品的话 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他的好品啊 那是真的还不错 这把运气真的是逆天了啊 不过高兴的别太早 下一回合有你好受的啊 大雕还是比较保险的 先给他们的宝宝加了个鞋 这把怎么说 一个三王又悬浮三个 哇去个大雕 这好品的话确实逆天了 这好像 要给他过了呀 不过 只要幽命鬼一巴掌 大家就小声嘛 应该是考不太数的 来吧 幽命鬼加把劲 当初怎么揍的 你就怎么揍大雕 千万不要留情 好好好好好 把把刷三个技能是吧 回来了呀 好像要被他过了呀 幽命鬼争电器呀 给我拍他 哎呦我去 假赛假赛假赛 这幽命鬼怎么不拍人的呀 我强烈要求要紧 这幽命鬼半人事啊 这大雕是喝了什么兴奋剂吧 这出手的话无限制的 我真的服了幽命鬼这个老六了 在大雕这边唯唯诺诺诺 在我这里重拳追击 哎呀我掏了你个猴子 不过大雕你也别高兴的太早 虽然你过了啊 但是你的两百万还不过我 因为下一回合我也要过了 来吧幽命鬼 让我们再来看看你的臭恶嘴脸 到这个时候 我其实应该深刻认识到 咱们自己的定位 我开场直接给自己卡大金 是吧 因为咱们龙股没有双害 不像九丽城 所以保全自己 应该是对这场战斗最好的帮助 看我红花一个三倍真火 直接又带做一个小怪 看来这把的话应该是十拿九稳 第二个咱们直接带给金创耀 对面给一轮轮的话 好像不是很痛 怎么一手大金加进去 很ok 这血量 再三倍真火 可惜没有法报没有带走 不过下回合的话应该能带走 咱们继续加大金 三倍真火继续秒 腐蚀毒无所谓吧 咱们血线还是比较痛的 再说大金红花不死就没问题 滚 嗯 漂亮 这时候只要对面不召唤 咱们应该是稳了 我再给自己加个大金 再把这个僵尸给烧了 好好好我没死 我再来给自己卡个大金 这个时候的血量还是比较健康 这个三倍真火 可惜这把没有法报 运气好像不是特别的好 血线还是不健康 还是不健康 咱们还得卡大金 没说腐蚀毒漂亮 咱们身上还有两百鞋 再卡大金身上就六百鞋了 三倍真火这个暴击带走对面小怪 这个时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稳了啊 咱们再给大家玩卡大金 我刹 一千五漂亮 好好好好好 你个幽敏鬼啊 在我这边又重拳出击是不是啊 不过我不怕你 我一手大顶大把血线卡上来 一个三倍真火啊 你还不飞是吧 这一回合的操作就至关重要了 咱们卡血的话 说实话 因为有伤势 不太划算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来个原地防御 一手三倍真火还不飞 哎哎哎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安好形象 直接一波带走我是吧 赶紧给自己再卡鞋 要不是我酒精沙场 刚刚这一拍差点啊 真被你带走了 看到我这么会玩 大雕内心翻起一阵酸楚 以为两百万已经到手 万万没想到 马武操作竟然如此犀利 思维的话竟然如此清晰 好 史前巨怪优名鬼 咱们已经蛋调完成 接下来继续挑战 虾兵 虾兵这一关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很紧的 因为虾兵的话 基本上都是普陀怪或者是龙弓怪 咱们这边的话是邻力贼高啊 所以对面秒怪的话 应该是不太痛 接下来就看我怎么暴打对面了 这把依靠五根黄海的暴力输出 直接赢得战斗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虾兵有多难 反正就是普通玩家 两个人来打 必须得留下一个 咱们再来看看大雕如何送死 好 大雕的话还是小龙力直接开局 一手一浮开天 好 你给你个脑眼牙没什么球用 这把理论上来说 两百万应该是稳的一片 你就给我疯狂揍大雕 再来个水漫进三 OK 看大雕这回的操作啊 直接卡鞋 再来个衣服看天 直接悬浮虾兵 大雕的操作的话 可能想直接把对面的 乳怪给点了死 但是很明显 他高估了自己的伤害 这虾兵一棒子敲下去 大雕差点直接跪西 眼看的局势已经吻了 但是万别吓到对面一手水弓 啊 小龙女竟然会水溪 这个时候我已经以为感到局势已经不妙了 为什么对面普陀对面龙公 不用劲呢 非得用水漫 这不是明摆的作弊嘛 这都能用水漫进山 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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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大雕给稳住了 这咱们这两百万好像 又 付诸东流了呀 大雕都能过的剧情 谁还过不了 今天真的被他撞到了 小雕得志 小雕得志 本想的咱们还要继续向前挑战 但是奈何三神这边 需要一个臭豆腐 然而我们去臭豆腐需要28万一个 咱们全身上下5000块钱 这剧情还跑个毛呀 看来今天不能给大雕上一课了 你们觉得最后谁会赢取这两百万